23名女大学生结伴到许兰儿施拉秧度假时 下榻的民宿冲凉房内居然装有针孔摄露机 女子出狱春光全被看光光 31名华裔男女大学生本月9号在卫塞节前夕到施拉秧游玩 晚上轮流洗澡时 其中一名女生赫然发现冲凉房的挂钩内暗藏针孔摄露机 里面总共有三间冲凉房 那么开始冲凉到11点多的时候 其中一个女生把衣服掉在这个挂钩 这个挂钩的时候 然后也知道那个钩就整个掉下来 整个掉下来 可能是太重还是久了不够年性还是怎么样 那么他就把那个钩设上来看 就看到一片晶片在里面 那钩里面有晶片 那么他们大家就通知所有的当时有在场的同学 就跟他们讲你们去其他的厕所 那个冲凉房再check一check看有没有 结果发现三间冲凉房都有这个东西 那么他们就全部把它拿来看 看了之后就发现每一个钩里面都有晶片 他们有看到几个是裸体的 完全裸体的 那么他们马上停止了 因为女生有得明白了 看到这样的东西是不好的东西嘛 对不对 他们马上停止 然后他们就开始召集所有人 开始打电话给家长了 看要怎么样做 对不对 那么大家累计了大家的意见之后 就决定要报警了 其中一名男大学生的家长 像马华总部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拿都是李张天赐投报 希望民众引以为戒 当事人指出警方接到投报之后 第一时间传召案发民宿业者 和一名巴基斯坦籍员工路口供 不过没有逮捕任何人 事实上这款偷窥神器 早在我国畅销多时 国内知名购物平台均有出售 每个要价78令吉 去年就有买家留言提醒 这款摄像机防不胜防 要是被有心人偷窥 女性春光就一览无遗